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玉米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个玉米去皮 然后清洗干净 再对半切开 然后把玉米粒切下来 切下来的玉米粒大概250克左右 然后装入盘中 再打入三颗鸡蛋 带皮的鸡蛋大概120克左右 然后放入料理机里 选择果汁键 打成玉米糊 再把玉米糊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加30克白糖 4克酵母粉 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加入400克高筋面粉 搅拌成面絮状 像这样就可以 再加25克食用油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盖上发酵至两倍大 这样面就发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用手指搓动 不塌陷也不回缩 再把它取出来 好好揉一揉 大概再揉5分钟左右 把它搓成残条 然后平均分割成8个小面团 再把每个小面团揉一揉 整理成圆形 再把它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先揉好的面团取出来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面皮 大概0.5厘米厚 上面再撒点干面粉 防止粘粘 然后用筷子压出纹路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翻过来 上面抹上豆沙线 也可以换成其他的馅料 再把它对折一下 然后从一边卷起 再用手指在它的腰部 轻轻按压几下 帮助定心 然后准备一个模具 刷上食用油 把做好的面团放入模具里 然后盖上 再次发酵至两倍大 这样就发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再准备一个鸡蛋黄 上面刷上蛋黄叶 再撒点黑白芝麻 好看又好吃 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放入蒸锅里 大火蒸45分钟 时间到之后 关火再焖五分钟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浓浓的玉米香 颜色也非常漂亮 像烤出来的一样 再把它取出来 非常的松软 有弹性 我们再掰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浓浓的玉米香 里面满满的都是红豆沙 也非常的香甜 用玉米面做的面包 真的是非常香 里面是一层一层的 层层都有红豆沙 比外面买的面包还要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